今天讲的是发生在加拿大的 一起华人富豪被分尸的案件 2015年的5月2日 加拿大温哥华的富人区 发生了一起震惊加拿大和中国的凶杀案 亿万身家的富豪苑刚 在自己的千万豪宅内被杀 身体被剁成了一百多块 经过调查 凶手竟然是苑刚的姐夫 56岁的赵丽 这起案件的由于涉及华人圈子 亿万富豪 碎尸 舅舅娶外甥女等各种狗血因素 以至于时隔多年仍然被媒体深挖 2007年刚满34岁的苑刚 离开祖国前往加拿大 据媒体的报道 他在移居加拿大后 就和一名华裔女性结婚 但是在拿到了永久居留权后 就火速地离了婚 苑刚在加拿大拥有两栋豪宅 以及一座价值200万家园的岛屿 200万家园和人民币1065万 还有游艇以及宾利 劳斯莱斯等数量豪车 而他生前呢 还曾担任加拿大华人联合会总会副会长 同时也是中国某投资管理公司的董事 身家丰厚 随着事业的不断扩大 2010年 苑刚联系了 同在加拿大的表姐 李小梅一家 邀请她们从蒙特利尔搬到了温哥华 这样不仅可以帮忙打理她的财产 和日程杂事 也可以在经济上 帮助表姐一家人 不久之后 李小梅和丈夫赵丽 以及女儿赵一鸣 都来到了温哥华 夫妻二人的工资 以及赵一鸣在意大利读书的费用 都是由苑刚支付 赵丽的女儿赵一鸣 还参加过加拿大一档名为 公主我最大的真人秀节目 这个节目呢 是由温哥华的一家电视台推出 以美国 比佛丽山庄的富二代 这个节目为言行 邀请了大温地区的华人白富美 在节目中花式炫富 在这个真人秀里 赵一鸣展现了他非凡的财力 某期节目中 他邀请众人 一块去了一个私人岛屿 并且说 欢迎来到我的岛 但实际上呢 赵一鸣在节目上展示了一切 私人岛屿 豪宅 劳斯莱斯豪车 那这些都不是他的 也不是他父亲赵丽的 而是他舅舅苑刚的 苑刚不仅负担着赵丽一家的生活开支 为夫妻二人提供工作 还大方地借出豪宅 让赵丽的女儿上节目炫富 这也证明 苑刚对赵丽一家还算不错 那么案发当日 赵丽究竟因为何事 和恩人苑刚起了争执呢 据庭审记录的显示 2015年的5月2日 赵丽正在就一项枪架项目 与苑刚进行讨论 结果在讨论的过程中 苑刚竟然向赵丽提出了一项商业建议 要求娶赵丽的独生女赵一鸣 对此赵丽是非常生气 斥责苑刚的想法是乱伦 双方由此发生争吵和打斗 最终在打斗的过程中 赵丽射杀了苑刚 事情发生后 当时的赵丽已经疯狂了 用电锯将苑刚的尸体 分成了整整108块 随后 外出散步的李小梅 与母亲回家 正好撞到了这一幕 立即就报了警 警方在逮捕赵丽的时候 发现了12个纸箱装有尸块 冰柜里还有整整的一件尸块 令人毛骨悚然 八个月后 法庭宣判 赵丽属于正当防卫 故意谋杀罪不成立 被判误杀罪和辱尸罪 然而故事并没有结束 突然冒出来五名女性 带着七个孩子 声称是苑刚的孩子 来继承遗产 由于苑刚死得非常突然 也没有留遗嘱 她上亿的资产 怎么分配 就成了媒体 关注的一个大问题 然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 在苑刚死后没多久 竟然有数百名女性 都声称和她发生过性关系 想要在这场遗产 大战中分得一杯羹 其中还有几个 是带着孩子来的 但是对这七个孩子 做了亲子鉴定之后 确认是有五个孩子 和苑刚有着血缘关系 这五个孩子的母亲 也是苑刚 争夺遗产战的主角 法院是用M1 M2 M3 M4 M5 来代替五位母亲的姓名的 根据法庭的记录 M1是在2004年 才16岁的时候 就在中国遇到了苑刚 从那以后 她就一直住在 苑刚父母的家里 2005年 苑刚与一名加拿大 华裔女子结婚 在对方的帮助下 她在温哥华定居 并成功地拿到了枫叶卡 不过拿到卡之后 两人就离婚了 2008年的12月 M1在国内 为苑刚生了一个孩子 但是在苑刚移民后 两人就很少生活在一起 然而国外法院判断 是否属于夫妻关系的 重要依据是 夫妻生活 长期分居两地的M1 独吞一半财产的意图 化为了泡影 在其他的时间 苑刚也没闲着 处处留情 在被谋杀的两个月之前 苑刚还有女儿出生 这位妈妈 暂且称为M5 2004年 苑刚认识了M5 在苑刚的猛烈追求下 M5也沦陷了 不久后 怀有身孕的她 来到温哥华养胎 一个偶然的机会 她在苑刚的豪宅里 发现了一个U盘 出于好奇 M5就查看了U盘内的内容 这一看 让她彻底惊呆了 里面不仅有苑刚 交往过的女性名单 多达68人 还有和不同女性的性爱视频 女性裸照 以及苑刚拍的三个孩子的视频 M5最后是离开了苑刚 却没有打掉她的孩子 2015年的3月 苑刚和M5的女儿出生 但没有想到 仅仅在两个月后 苑刚就死于非命 最终根据法律 将苑刚的主要遗产 判给了五个孩子 虽然李小梅和苑刚 是没有血缘关系的 因为李小梅是从小被家中收养的 苑刚是认为不是近期结婚 但是苑刚生前的所作所为 确实是令人不耻的 与数百名女性发生关系 与多名女性生下孩子 死前竟然还眼缠表姐的女儿 确实让人无语 好的 这起案件就讲完了 感谢您的收听 咱们下期再见